大家好,我是Lawrence 今天我們介紹什麼呢? 現在我來到南丫島 這裡很冷太陽 來到南丫島做什麼呢? 就是試一部M11 準備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發揮到的作用 因為之前拍不到無限遠 為什麼拍不到無限遠呢 我一會兒回到公司 拿一部M10P和M11 看看內籠結構有什麼分別 山長水走到這裡 你看看後面 後面是哪裡 終於見到 見到這個 風車 今次為什麼我會用Dill Range 下回M11 就是因為M11 經常說6000萬像素 究竟以前的鏡頭能否成熟 能否用到呢 我今天全請6000萬像素 去拍攝所有相片 其實這部M11 就有1800萬像素 3600萬像素 和6000萬像素 之前那兩個像素 1800萬和3600萬 我就不比較 正是用了6000萬像素去拍照 好了 現在就沒有太陽 我一會兒就下去吃少少東西 拍照 還有拍一些食物 拍一些近攝 它不是說微距 它叫做近攝 近攝攝影效果 究竟會是怎樣呢 好了 我先走一走 剛才我說了 DR最大的優勢 就是在你吃東西的時候可以拍食物 在很近的時候可以拍食物 這樣就不用好像0.7 1米這樣 遠遠才拍到食物 現在我坐下了 你看這裡多漂亮的風景 哇 多豐富 今晚不用吃飯了 我現在就用了 M11 加上DR 看看它的近攝功能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就是拍一些食物 經常都說 拍食物 要1 0.7距離 就要老年這麼遠才拍到 那我就利用了 M11 那個 1.8個 Digital Zoom 加上DR 去到0.478米去拍 那究竟效果是怎樣的呢 還有 加上6000萬像素 那你COP上的時候就非常漂亮了 那究竟我拍出來 究竟有沒有那個微距的感覺呢 還有要不要去到老年這麼遠才拍到食物呢 我現在先拍食物 又開始拍攝一下了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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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過M11的時候呢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那個電子快門 因為它過了4000分之1秒的時候 電子快門就會亮了 那這件事就非常之好用的 那電子快門就去到1萬6000分之1秒 那當我們用Leica的大光圈鏡的時候呢 那電子快門的作用就非常之有用了 因為呢 那快門快了 那你可以呢 相對來說 用光圈就會大很多 完全可以發揮到Leica大光圈的鏡頭的 那當電子快門亮了的時候呢 我拍照呢 是沒有聲音的 一些聲音都沒有的 而且呢 是沒有任何的反應的 第一次用的時候呢 我以為那部機是不是壞了呢 為什麼沒有反應呢 這樣 但是呢 看回playback的時候呢 都看到 原來看到一張相片的 那就是說 那電子快門就開了 那所以呢 所以大家如果買到M11呢 開了電子快門的時候呢 就留意這件事 剛剛就在南亞島走到新水新汗了 一個轉身就回到公司了 剛剛有說了 M11呢 為什麼可以用到Duel Range DR呢 而M10系列呢 就用不到的 以前怎樣都做不到這個自動對焦 不是自動對焦 怎樣都做不到這個無限遠對焦 現在呢我們看一下M11的內籠 其實呢 它的內籠呢 跟外面的孔呢 大小呢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其實呢 裏面呢 就沒有東西頂住 那樣的 任何東西都沒有的 那很... 很... 很闊啦 那你會看到 那我們對比一下M10P 先 拿一部M10P出來看看 有什麼不同呢 M10P裏面的孔呢 你看到呢 有個測光位 有個測光位 還有呢 上下呢 都好像四方形那樣的 那呢 所以呢 就落一支DR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頂住的啦 那我們拿一支DR出來看看 為什麼要頂住呢 那因為DR的尾呢 就凸了出來啦 那所以呢 落落去M10P的時候呢 它裏面呢 就會頂住那些位呢 就實現不到這個 這個無限遠對焦 那M11呢 因為呢 裏面呢 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所以呢 落些DR下去的時候呢 就可以拍到無限遠了 1 2 2 3 2 1 2 3